观众朋友们 欢迎收看今天这一期深夜拍摄 就是在一年前的时候我去过一家餐厅吃饭 点了他们店里的招牌 蒜泥白肉 当时我吃到他们店里的蒜泥白肉的时候 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做一次 因为真的超级好吃 是我没有吃过的传心版本 不过当时我只是一个小萌新 而且刀工也很烂 所以就拖了一年都没有做 今天我们就要完成一下我们当年的遗憾 蒜泥白肉 准备一条非常靓仔的五花肉 看一下我买的这一块 超级亮的哦 这个五花肉已经找热心摊主已经处理过了 这样我们直接进行第一个步骤 五花肉我们切一半下来 我们只要这一块最靓仔的部位就可以了 这一半的话我们留着做下起视频 切锅 加水 五花肉放进去 加大葱 加姜片 加花椒 加八角 再来点料酒 大火煮开后转小火给它炖30分钟 现在这肉已经熟了我们捞出来过凉水 先挪一边备用 我们先来一条一碗鞋底蘸料 蒜末 小米椒 酱油 白胡椒 白醋 蚝油 白糖 一点点香油 来块火锅底料 再来点辣椒面 来杀鸡精 来点芝麻 最后一步加入灵魂热油 给它搅拌均匀 这碗蘸料超级香 现在你们应该知道它为什么叫鞋底蘸料 因为它蘸鞋底都香 现在我们把这亮亮的肉给它切一下 这一步的话应该说是这道菜最难的一步 尽你所能把这猪肉切得越薄越好 我会把比较厚一块 真的我已经尽我最大努力了 这是我能切的最薄的样子 看起来其实还是可以的 我们现在来尝一下 沾上一口这个酱汁 哇塞感觉超棒的 好吃好吃好吃 真的唯一而不腻 就是形容这道蒜泥白肉的 沾上这个酱汁超好吃 它猪肉上面的胶质特别Q弹 哇吃的很爽 咱一下这块切的比较厚的 厚的也可以 但是厚的就稍微有点肥腻感 重薄的沾上这个酱料 一点肥腻感都没有 咱一下就沾上这样子的白肉 弄了点米饭 我感觉这个油不是很多 我们再加点油泼辣子 哇塞这个油泼辣子的颜色这么红 哇 吃到多久比较特别爽 但是又有点辣 哇好辣 哇太辣了 辣到我当场趋势 但是它这辣又很爽 但是它这辣又很爽 真的对对对对 蒜泥白肉我觉得 白痴好吃的 但是我感觉我这道工还是不太行 如果能给它切更薄一点 入口即化那就更棒了 哇不行太辣了 哇为什么感觉比我上次的鬼姜面很辣 我早就不加这红油 这红油超辣 哇嘴巴红了 哇真的辣 真的 辣椒 御荣很神奇的东西 你又吃到辣 但你又想吃 这次有这个蒜泥白肉 我这道工不咋样 其他以外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我挑了这个鞋底蘸料 特别不错 这蘸料应该是蘸什么都可以的 我不行了 我现在觉得 我有点上头 但这个肉片 溜哥哥吃 总结一下吧 今天制作这个水煮肉片 今天制作这个蒜泥白肉 等我来说我觉得味道还是很好吃的 其实这道菜制作方法真的不难 你们看也应该看得出来 最难的就是在于刀工 只要你刀工够好 调一碗好吃的蘸料 沾上去就特别香 但是如果你是像我一样的刀工 我还是不建议做的 口感真的会比外面吃的差不少 那种薄的可以透光的那种吃起来 很好吃 但是目前我的等级 可能还没有达到那种等级 等到我以后达到那种 可以切出轻如残衣的那种肉片以后 我再来做一次给你们吃 OK那么今天视频差不多就到这里 给大家分享我的视频 可以帮你按赛的关系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